我現在回答的問題是 有人跟丈夫相處 以及為家人按摩的時候 就好像很多氣漲了 敬拜聽詩歌 然後氣流入山室出來鬆回來 其實這個顯示是什麼呢? 顯示是說 每一次接觸親人時 他們有些問題 因為自己在靈裡面的防衛不夠 所以每一次走到那裏 那些不好的東西都走進來 要釋放 如果是這樣日日是很慘的 因為未曾有防衛的能力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要像我們這樣日日會人祈禱 就更加會嚴重了 為什麼呢? 每一個人的問題都走到那裏 又要再釋放 那裏面就是我們裏面的生命和神的關係 以及這三方面的 和神的關係有多密切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到什麼程度 第三就是趕邪 就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整天活在神的愛中 深信神愛我們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就算家人不好 是他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找方法去處理 但是處理不代表他們會聽話 就像子女 子女他讀書 沒有心機讀書 沒有心機讀書 就不是代表我們放棄 我說不受的應該不是代表放棄 但是我求神給我的聰明智慧 如何去幫他 但是幫的時候自己又不激氣 這件事是很困難的 但是當我們如果處理每一個家人 都受他的影響 我們就會天天重複 又重複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這種情況有可能是 你裏面未清理好那些靈界實力 或者你情緒的情況 比較處理不了 所以邪靈很容易入輯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 一有跟一些有問題的人相處 立即有很多攻擊 很多邪靈的影響 或者一些氣 就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你的情況是比較 要麼就是敏感 要麼就是你的破口 是由他去入 但是這個可以是益處 為什麼益處呢 就是讓你看到 那些人身上會有邪靈能 讓你看到那些邪靈能 那麼容易走到他們身上 這樣就會讓你一種動力 讓你知道 你很敏感到那些邪靈能 於是令到你會有強一點的動力去處理 將來你可以有變別諸靈的恩賜 即是你和某些人一起 你就會感受到那裡的邪靈 這是一個好處 你會去到某個地方 你知道那裡的邪靈的情況 也會感受到聖靈的臨在 至於如何定義祝福家人 但不受影響 基本上就是家人有問題 是他的問題 而無論是丈夫是子女 任何其他家人 我們都不能夠控制他完全聽話 即是沒有辦法控制他 我們只能夠做是我們盡我們的責任 盡所有責任之後他不聽話 我們都是繼續盡責任 又不受影響 例如很多子女現在來說 很難搞 因為不喜歡讀書 喜歡玩遊戲機 喜歡睡覺 睡得很晚 不做工 不讀書 這些很多問題 但你越激氣 你越受影響 而且他也越不聽話 但如果建立關係 和他的關係 他有信任你 譬如他有困難 他願意找你談 或者你如何用愛心和他溝通 他覺得喜歡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影響他 心態就是 我不能一下子影響他 但我一天影響少少少少少 就慢慢影響他 而當你未改變到他的時候 我們就決意 更重要的是 在神裡的力量 平安 或是 我迫伯他 更重要的是 受他影響 哪方面是 更加我們應該體重呢 因為你有神的平安 你就有力量幫他了 但你越沒有 你越受他的壓迫 你就越幫不到他 因為你越不服 所以你越平安喜樂 越決意 我不受他影響 但我決意祝福他 你就越能夠幫助他 這是一個很 和人性相反的 人性看到街人不好 就會悶 會急 勞嘈 但越勞嘈就越多問題 如何能夠不受他影響 而去找策略去處理 第一 我曾經說過 痴線狼愛不需要受影響 而世人 他不是每個痴線狼愛 但每個都是罪人 他有罪的時候 他自然會有不好的經驗 我就決意不受他的罪影響 我就選擇 當他有做什麼不好的時候 我心裡面 就 不放在心上 但我就會 求神給我出現智慧 如何對他 可能他做完好不好的事情 我們分辨 如果我越懵他 越不聽話 那我反而如何能夠 平心靜氣 處理他 幫助他 反而會幫到他 這個是需要耐性和智慧 有時候我見到一些人 例如 我幫助他 當然我幫助他 是沒有你們太近身 因為你幫助他 是沒有其他人 例如 有一個人 我幫來幫去 他都是不聽話 這樣的時候 我可以很激氣 有時候有些人會很激氣 但我決意 我幫他 我已經努力幫他 他都不聽話的時候 站在他身上 我決意不會背上身 但我一樣關心他 這就是關心而背上身 不受的影響 你就有機會幫到他 即是分辨到他的問題 但同時是祝福的心態 我不知道你聽完之後 你明白這個意念 因為當你日日都在神的同在 深信神的愛 不要埋怨說 哎呀 神對我不好啊 為何這麼難啊 不要有這些負面的想法 而是神是愛我的 神是體中我的 經常都在神的愛中 每天都四年充滿 又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就能夠處理 就能夠力量 否則很難夠力量 不相伯 再次的節目